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壁合围 不得不 话讲没灵 分散行动 这场战斗的交火起因并非日军要攻打宋庄 而是日军一个战地参观团前往宋庄以西地区考察前几日扫荡战场的地形情况 这个参观团有三百多名日军 八路军两个年早已埋伏待命 日军虽然距离宋庄不过一公里之遥 却丝毫未能觉察前方的小村庄 实际上是八路军的一个伏击阵地 日军越来越近 等到了最近射程之后 八路军的轻重机枪一起怒吼起来 毫无准备的日军 顿时被打的人羊马帆 乱作一团 同时 八路军的手榴带如雨点搬抛向日军 请客间 三百多日军只剩下五十多人 宋庄的激烈战斗让周围的日军陆续派出了强大的增援部队 到了上午十一点过后 已经陆续集中了一千七百多日军 面对日军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 八路军战术明确 就是必须与日军周旋八小时以上 待到天黑后突围 二连战士用手榴弹开路 一口气跑出六公里后 摆脱了日军 一连突围与日军巡逻队相遇 经过激烈白人战后 安全突出冲围 宋庄战斗落下帷幕之后 经统计 在十六小时的血战中 八路军两战连续打退日军三十八次冲锋 日军伤亡一千二百余人 八路军伤亡总计七十三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鸭带米